宋朝的时候应该说还是提前的唐五代的一些三战的习俗 里面有一整套陶俑 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后战之分就减落了 那么到了我们福建宋代的时候 就大量出现了用这个寿山石 还有一般的花石吧 这些来雕刻的福州这一带 就是有这个资源 有这个寿山石资源 所以就采用这个 而且也不要去烧 也很简单 估计那时候是应该有专门的 有刻这个寿山的这种产山 供应给社会上的一些三战的需求 这是一批出土于宋朝时期的寿山石涌 有蒙武勇 侍勇 男女勇 有立相 坐相 此外还有猪雀 白虎 马 龟等动物勇 都是有钱人家 才用得起的陪葬品 王公权贵 豪门士族们 生前喜好 玩赏寿山石 此后 也选用寿山石致勇随葬 并以此来炫耀 牧主的地位与身份 蛇身 人面勇 是福建特有的石勇 它的出现 说明了闽人的虫蛇习俗 自古有之 在以蛇为图腾的闽地 人们把对自然和神力的崇拜 用灵动传神的寿山石雕 具象化 陪伴牧主人通往永生之路 和南朝的石珠相比 这批宋代石勇的雕刻技艺 显然较为成熟 题材也从动物拓展到人物 艺人们根据石材的特质与形状 进行雕刻 线条简练写实 雕艺逐步走向世俗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